大家好,我是小妍 我们在炒蒜苔时 有人过油,有人焯水 还有人直接炒 其实蒜苔焯水后 味道会大打折扣 直接炒也不好吃 过油也不健康 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 炒出来的蒜苔 脆爽入味,非常好吃 这个蒜苔呢,把帽子 全部摘下来 全部摘好以后 帽子也不要扔 可以留着炒鸡蛋吃 也是非常好吃的 然后把蒜苔放进水盆里 进行清洗 洗干净之后,矿水捞出来 放进篮子里 晾干水分 蒜苔晾干水分以后 放在案板上 用一个擀面杖 把蒜苔平铺在案板上 像这样进行敲打几下 把蒜苔打得扁扁的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 这样用擀面杖敲打的作用是 让蒜苔更加入味 这样炒出来的蒜苔才好吃 全部敲打完以后 把蒜苔切成3-4公分的段 切好之后先放进盆里 向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 用食盐把蒜苔腌制10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一块瘦肉 把肉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丝 切好放进碗里 将里面加入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少许的食盐 一勺鱼露 下手抓拌均匀 再向里面加入一个小一点的鸡蛋清 加入蛋清可以炒出来的肉丝更滑嫩 最后放入一勺淀粉 用淀粉来锁住肉丝的水分 搅拌均匀 静置5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一块生姜 把生姜切片 最好切成姜丝 切好放入碗中 两半大蒜切片 再把大蒜剁得碎一点 剁好以后 和生姜放在一起 准备几个干辣椒 把辣椒切成辣椒丝 然后备用 蒜台也腌好了 上下搅拌一下 起锅烧油 油炒着之后 把肉丝下入锅中 用筷子把肉丝进行划散开 炒至肉丝变色 把生姜和蒜末下入锅中 煸炒 炒出蒜香味 把蒜台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差不多翻炒一分钟 把辣椒丝下入锅中 再拎上一勺味极鲜 继续进行翻炒 继续翻炒 五六七八下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蒜台炒肉就做好了 这样的做法 蒜台脆嫩入味 肉丝滑嫩不柴 这样的做法非常的好吃 味道也是一级棒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